四海为家 哪里才是家 深耕发芽 看见加拿大 大家好 我是贝贝 来自多伦多 大家好 我是小夕 来自蒙特利尔 欢迎来到我们的播客 真的很开心 终于录制了我们的第一期节目 然后第一期 我们就要聊关于美的话题 是因为发生在小夕身上的事 小夕你自己来说说吧 好呀 我就往简单里说吧 上个周末不是去多伦多大城市 参加了某大型活动吗 然后为了这个活动 大概提前两个月 我做了线雕 提前一个月打了水光针和外密体 以确保活动当天 就是一定要皮肤状态非常的好 水当当亮闪闪的 对 我就听说了你这个事 我就想起 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 叫做浮美意 你知道这个词带点嘲讽 又很欢淡 我就觉得特别有趣 就想用在你这个事情上 就网上对这个词的定义是这样的 女性在追求美的过程中 付出了过多的努力 甚至是一些无谓的牺牲 这个过程就跟我们服役是一样的 是带有贬义的意思 所以我就想问问你 你觉得你做的这些变美的努力 是在服役吗 这个词最近确实挺火的 我也听过 不过紧就我自己而言吧 我感觉我还挺幸运的 算是个比较自信的人 而且我从小就不是好看那一挂的女生 所以也从来没想着要靠外貌上分 我现在去做这些乱七八糟的 或者是做医美 都是因为我对生活的热忱 说的有点大哈 但其实纯粹真的就是愿意尝试 喜欢体验生活 说回到服美意这个话题 就是说为什么很多女孩子 会对这个乐此不疲呢 就是可能我们对这个世界 有一个挺大的误区 就是说长得好看 就会过上更好的生活 但实际上其实身边数不胜数的负面例子 也挺姐妹们睁大眼睛看看吧 不是这个样子的 长得好看 你说这是个客观的事吗 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挺主观的 就是说你与你能呈现的外部的样子 能达到多大程度上的和解 其实这也是个附加分 舒展大气自信的人 能比原来的样子大概每个百分之二十吧 比如说就像我这样的 臭美 其实你刚才讲到了一个很重要 也很基本的点 就是说美的呈现一部分是靠外表 而另外一部分其实是要靠内在 就我想起李泽厚他在美的历程里 提到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所谓漂亮就是 以美如自然景物的外观 然后来体现人的内在的智慧和品格 我就一直很喜欢这句话 就是这个自然之美 智慧之美都让我特别向往 是这样没错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 我们就会更多的去追求 外貌上的这种美丽 我记得大概我对美有意识 是在刚上大学那会儿吧 就是女生刚刚开始 有了自我意识的这个萌发 就开始决定要穿什么高跟鞋了 染头发了 学化妆了 我感觉那会儿 大家是要上赶着去做这个事 感觉是在补课 就说你想要当大人 你就得去服这个意 对 就是这是一个需要成长和学习的过程吧 一开始我们追求外表美 然后后来年纪慢慢大了 开始意识到 哦原来内在美也很重要 对吧 然后还有就是一开始 可能总想着迎合主流的审美 然后到现在呢 也敢于追求个性美 又或者是一开始 被那种消费主义创造的 那种极致的审美 牵着鼻子走 比如说以前 什么聚拢胸衣啊 筷子腿啊 A字腰啊 到现在能够很理智的 去看清我们自己真正的需求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 慢慢的进步嘛 是 没错 比如说就被那些社交媒体 所贩卖的这种美丽焦虑所裹挟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个过程 对对 其实我觉得美 关于美的话题特别难聊 就是因为这个背后 它交织着很多很复杂的 这种社会规训 文化观念和时代的应急 就这也导致了很多 审美标准的轻差万别 还有追求美的这种行为 也会各有不同 对吧 比如说 我觉得穿高跟鞋 对我来说就是服美意 但是你却能穿着它去跳爵士舞 哎呦 是 这个东西就像你说的 其实美是为了谁 或者如何去追求美 这个途径 其实真的有很多种 我是尊重所有的 就是追求美的这种行为 都没有问题 但是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 如果是以伤害自己为前提 去做取悦别人的事情 那就太傻 太没有必要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在加拿大有很多整形医生 是不给你打瘦小腿针的 在国内 你找很多女明星觉得 哎呀 我小腿不好看 要去打那种 让小腿很瘦的针 但那样的话 等你老了 你是要摔跤的 所以说 重要的还说 你要有一个坚定的内心吧 去判定 你自己想要什么 当然这确实不容易 需要我们去多读书 讲见识 多花时间 花点钱 走点弯路 也就是说 去服点意吧 你刚才提到 这个整形医生 我就想起一个 还挺好玩的话题 就是 现实生活中 到底是长得好看的女生 会更爱动脸 还是说 长得相对一般的女生 更爱动脸 哇 其实实话讲 这样 我确实见过很多 这样的女生 但是你知道吗 就说 爱不爱动脸 和长得好看 其实没有必然联系 我见过已经很多 就长得很好看的女生 她们还要拼命地去做这做那 我看着都觉得 哇 好替她们心疼啊 好浪费钱啊 那你认识的这个女生 比如她们会去追求内在美吧 或者说 她们认同内在美的重要吗 回归到刚才咱们聊的 还是要看 这个人有没有一个坚定的内核吧 就是她坚信什么样的东西 才是美的 每个人其实获得自信的这个途径 挺复杂的 当然其实你长得帅 长得美 是获得自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但是我觉得 第一其实是和原生家庭的培养有关 第二和我们每个人后天的成长 和顿悟有关系吧 就说到成长 我现在发现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是需要去承担的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这个现象 就是在现实中 我已经不怎么在意 别人对我外貌是怎么评价了 比如说我现在出门见人 不管是见男的女的 我一般就抹个防晒霜 涂个口红 让自己气色显得好一点就行了 对吧 但是如果让我把图po到网上去 我就完全没有这种现实中的自信了 我就开始在网络上服美 就是要修涂啦 然后要加滤镜啦 对 你知道现在网上有个词叫网美 或者叫照片嘛 就骗子的骗 就说其实在网络上特别美 但是生活中一奔现就完蛋 我倒是觉得适当的修个图没什么 但如果你自己修到都不认识自己 然后沉浸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头 自我陶醉 那就不太好了吧 嗯 没错 就我现在也发现哈 还有几个我比较欣赏的这种女性 她们开始出来做直播嘛 然后就发现她们能够完全的素颜出镜 就她们年纪也都已经是四五十岁了 脸上这种周纹啊 斑点啊 都看得很清楚 但是她们却毫不在乎 就这一点特别让我佩服 就是那种自信大方真实 你在屏幕上都能看得见 就我就很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我也能有这样的自信和勇气 哎呦 这一点我也没做到呢 我这不还是美图秀秀的会员呢吗 哎呦 还好就是说 修图不费事 比自己化妆减肥容易多了 嗯 回到服美意的话题哈 就我觉得这个词的发明吧 就并不是为了给追求美的女性贴标签 而是用一个有趣的名词 让我们重新反思什么是美 然后反思如何去正确的追求美 其实现代女性一直在一个 很觉醒的过程嘛 以前比如说为取悦男性而美 就是我们经常在女性音题里 提到的那种男性凝视 然后如今很多人都为取悦自己而美 对吧 然后我发现现在很多人 其实要克服的可能不再是男性凝视 而是刚才提到的网络凝视 就是能摆脱P图啊 滤镜啊 而在网络中真实地展现自我 慢慢进步吧 我感觉这个还是要去不断地 去丰富自己的内心 可以在年轻的时候 去和大众审美碰一碰 找到自己的边界所在 但是我们要追求的 绝不能仅仅是外表的那一层壳子吧 对 以一句俗套的话 好看的皮囊 总会老去 有趣的灵魂往里挑一 哈 我其实也很想说 好看的皮囊一见钟情了 就是外表的好看 本身其实也很重要 没错 外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生产力 当然其实这个和你内心的丰富 也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东西嘛 没错没错 听众朋友们 你们对福美艺这个话题 有什么观点 欢迎给我们留言讨论咯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